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除了跟老師特別的因緣之外 我要先從另外一群 也跟老師很有關聯的 我的老師輩的先生們講起 就是包括在座的吳耀文先生 當時我們台大外文系、中文系 有一批先生開始提唱 比較文學 所以中文系和外文系合作 主持比較文學學會 就在那個年代裡頭 林文岳先生反折了他的原始物語的翻譯 那個時候 這幾位老師 特別是業績文學人說 林先生從此不朽 因為他所翻的原始物語這麼好 世世代的人都會不斷地讀他的原始物語的中譯 所以看中文說 比我們寫的這些論文 會傳世久遠 在聚流河出版以後 我要跟老師說 你一點都不比林先生遜色 還有過資 而且你繼承了一個很偉大的中國的傳統 中國的文學開始 是從史記開始的散文學 所以我覺得 當別人在寫所謂大和小說的時候 老師寫的是巨流傳集 比大和小說高一場 然後 我剛剛還在翻書 我想要算分算 但是我很高興的一件事情是 大概將近三十年吧 我一直聽老師說 他想寫這麼一本書 他有好多的經驗 好多的回憶 好多的這一代的人的可歌可泣的事情 然後沒有能夠寫出來的話 實在是非常的遺憾 但是我覺得這個老師其實是 一輩子都是先盡忠於外在的職守 然後最後才回到自己的心靈深處 所以作為一個教師 作為一個妻子 作為一個母親等等的這些東西 甚至作為很多學術界的服務業的工作 都佔了老師的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三十年間聽到這個老師很焦慮很焦慮 說我那個想寫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時間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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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七老師是上課就可以出口成章 跟別人對話也隨時可以出口成章 因此我想說 Johnny沒有時間寫的話 我知道他為什麼會沒有時間寫 因為七老師是喜歡鍛鍊文字 他的每篇文章都不斷地要修改 修改的結果 太過度尋求精煉文體的結果 就會產出的時間很緩慢 所以他就很焦慮 所以我想說 那老師為什麼不充分地利用他的優點 出口就成章了嗎 那我們現在不是有錄音機嗎 剛好又看到幾位前輩 包括房東銘以前 包括這個我的老師 他們都是先有錄音整理出來 也都是非常有內容又很精彩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 當善哲信先生做那個提議的時候 我就想 會不會是這個老師 你趕快答應 為什麼 不論怎麼說 不論怎麼說 你先說出來再說 你說出來 將來那有時間再來改一次 這個當時是我的想法是這樣 後來我覺得這個口述歷史的最重要的事情是 從然老師要寫作這種書的熱望 他本來一直有 一直壓抑壓抑壓抑 可是他現在去講 那我也看過早期的這個口述歷史的表 我覺得也很好 作為口述歷史的話 但是我覺得一定不能夠符合 老師自己對文字美感的要求 所以最後這個老師等於是輾轉的修改 口述歷史修改後來決定 等於是重寫 所以口述歷史是他的一個靈感跟動作的來源 但是真正的 那個這本書的成就 確實來自於他自己的寫作 這我覺得這一點是很重要 剛剛在這半半年反覆到裡面 最近金正少才剛考來一個研究生的口述 但是我想說的是 各位只要去想 有些東西是沒有辦法用這個 好像口述的歷史來寫的 就是這個寫南京要淪陷之前 在這個南京城邊 然後這個老師業務頻道 然後他底下有一大段 其實是非常失憶的表現 對不起我一下子翻不出來 各位去看一定會看到這一段 我就一直說這一段 這麼失憶的表現 絕對不可能在口述歷史裡頭出現 而這個失憶的表現不是刻意的失憶 因為老師還就是一個文學性的心理人 他會感覺到好像這些爆炸以後的灰塵 是沾落在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樹 花 葉 窗子等等 特別是一個年輕的 幼小的心理人 一方面很恐懼 又很害怕 可是一方面他會去嚇小孩 他會問說那房子外面的這個怎麼樣的呢 房子外面的什麼怎麼樣的 所以那一段失憶的表現幾乎讓我 讀了以後就瞪了半天 想了半天 OK 那麼以及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我想應該可以找得到 其實在這裡有一位人物出現得很短 其實不多 但是我覺得他很重要 因為這個重要性可以用他的兩句話 在584頁 張大飛的一生在我心目中 如同一朵彈花 在最黑暗的夜裡戰華 迅速河上落地 那般燦爛捷徑 那般無以言說的高歸 我想這個是只能寫出來 不能夠口述出來 因為這是凝聚地徘徊了 或者是反覆地琢磨了 不曉得這個多久的時間 才出來的最 我覺得是最精簡 而且因為最正確的 鑽石或者玉衣般的 一種紋詞的表現 就因為有這些紋詞的表現 要講大時代誰沒有經過 對不對 可是要寫出來 同時是一個文學作品 就像這個 這個白線王所寫的那篇 我們很多人都看過 但是只有白線王都把它寫成 不曉知文字 所以我就基於這幾點 我認為 這個老師你可以安心 這個你相較起來 跟這個林老師你的話 有過資而無無欠 這是第一 然後第二個 我作為一個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 這個晚一代的人 我真的讀這個書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強烈的很強烈的 不曉得應該這麼說 我會覺得書的前半段真的是殘酷大筆 動不動成槍上擺一批人頭 這我們現在已經無實心之頭了 可是 是什麼樣的一種年代 什麼樣的一種文化 可以動不動就砍一批人 把他的人頭放在城牆 其中提到的很多東西是張大飛 他和父親甚至是被托上了油漆 點火活活燒死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而殘酷的 我當時覺得前半段是殘酷大地 可是這個殘酷大地的背後 還有另外一種殘酷 其實是很善苦的 可是是殘酷 我常常覺得 其中前半段有提到他的母親 其實已經算是很不命好 嫁給這麼一個精彩的男人 可是他必須經常都在牧草中 孤獨的、壓抑的、偷偷的夫妻 這裡牽涉到我們的文化 當時是一個怎麼樣的文化 然後我覺得 因此我覺得好像很慶幸 因為我們生在台灣 我覺得好像他所描述的黃金十年 在大陸上的黃金十年 終於在台灣 落地聖根開花結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由一個野蠻的殘酷大地 而變成一個文明黃華之邦 那麼多的人的奉獻 這個那麼多人的付出 這個那麼多人的積極的努力 然後相信我們真的可以為文明做一點什麼事 不只是我們自己的文明 而是人類的文明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所表達的經驗的幅度之寬廣 那個思考的問題之深層 以及可以說從美感上面來講 他所具有的一種豐富繁腐的一種 這個周折 我就覺得真的是記者實際的傳統 這是我們中國很珍貴的傳統 但是當然也知道 這個齊老師是一個喜歡epic的人 他是我所認得的 讀過研究過最多西方app的一位學者或老師 所以他在這裡頭真的在很多地方 可以看得到這樣的一個中西文化 或者是中西文學的多種最高峰的交織激盪 這有時候覺得說邱老師你好命苦 遭遇過那麼多的困難 甚至是值得懷念的人 那我覺得因為齊老師的誠摯的生花廟 終於他們都一起凝聚在這裡 齊老師恭喜你終於醒出來